老人常说路过墓地千万不要拿适者开玩笑 男人偏偏不信邪 见墓地适者长得妩媚动人 忍不住调侃说要是适者是自己女友的话 自己做鬼也愿意 谁料在回家途中车子竟莫名下沉 男人却不以为然 刚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朋友分享墓地适者的美貌 谁知下一秒电视机竟然诡异地自动打开 里面播放的内容竟是他和适者的亲密画面 吓得男人慌忙来到墓地跟适者道歉 适者也不是个不通情打理之人 果断给了男人一次改过的机会 可万万没想到男人在回家路上却被一架大货车撞飞 直接隐恨西北 变成鬼魂的男人生气地质问女人 不曾想女人也毫不知情 表示十分同情小伙 男人见女鬼同情心泛滥 为了博得女鬼的同情 近谎称自己家中有90岁的母亲和2岁的女儿需要照顾 自己还不能那么早死 善良的女鬼被小伙的善心感动 牺牲自己唯一的一次投胎机会让男人复活 没想到男人复活后就迫不及待地调侃小护士 想要和护士发生进一步的关系 谁知下一秒 殊不知小护士早已经被女鬼附身 此次前来就是带走小伙到阴间去逍遥快活的